欢迎您收看1月18号的百个大时期 我是金龙 已经执政雪州数届的希望联盟 是否能够在今年的州选当中 继续的横扫大部分州议席 掌握三分二优势呢 行动党的雪州副主席黄瑞林 昨天表示 雪州西盟在全国大选之后 召开会议分析选行 而如果按照大选国席成绩 来分析州议席的话 那么在雪州56个州一席当中 西盟能够赢下40席 国盟则拿下14席 而国阵只能够赢下两席 黄瑞林指出 雪州西盟对州选还是有信心 尤其在大臣阿米鲁丁领导之下 选民对各项的改革和会民政策 有目共睹 不过他强调 西盟不会掉以轻心 必须在州选举前做足准备 这是因为国盟来势汹汹 包括土团党和伊斯兰党都宣称 有信心夺下雪州政权 另外也是雪州议会议长的黄瑞林提及 随着雪州议会确定在3月召开 这意味着雪州议会 不大可能在3月解散来进行周选 副首相阿姆扎西涉及的 健康思维基金会47项 实际谈污和洗黑钱案 将会在4月10号续审 那么前首相马哈迪 对于这位巫统主席的案件 则非常关心 他今天在脸书提到 首先安华为了获得国阵30位国会议员的支持 而接受国阵以及巫统 还委任了阿姆扎西成为副首相 接下来我们就留守看看 安华会不会让阿姆扎西免于受审 马哈迪也调侃阿姆扎西说 巫统在大选前表明拒绝安华和行动党 但是后来却为了自保而选择和安华一起火箭联手 因为他害怕如果当不成副首相的话 就会在法庭被定罪 首先安华日前鼓励公务员举报任何不当的行为 并且指如果有发现违法的会议记录 应该先通知他 不过反贪污及彭党主义中心C4 Center就认为 如果政府有意让公务员扮演制衡的角色 就应该修正2010年催少者保护法令当中的第六直一条文 因为这项条文阐明 如果催少者提供文件的行为 违反任何现有的法令 他就不会受到保护 这就意味着催少者不能够提供任何的银行文件 或者是违反官方机密法令的文件 因此该中先是建议修补这个漏洞 并且呼吁政府建立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 来负责审议和决定撤销对催少者的保护 为催少者提供安全感 伊斯兰党的巴东普区国会员穆哈默法瓦斯 早前因为反对槟城商场的啤酒促销活动 而激起国人的不满 如今这位国会员再次卷入争议 事情是因为他的脸书专页上出现了一则 指控异教徒要打倒伊斯兰的贴文 那么虽然这个贴文之后是删除了 但是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早已经被网民截图 那么他的原帖当中是写道 历史上不曾有异教徒 想提升穆斯林的宗教 但是克兰金经常提醒说 他们要打倒你的宗教 对于这则贴文 穆哈默法瓦斯已经道歉 并且说贴文是由 这个脸书账户的管理员撰写并且上传 他对于所发生的疏忽和错误深感歉意 并且强调 贴文无依侮辱任何人或者是任何种族 柔佛有新的禁令 坚任柔佛伊斯兰宗教理事会主席的柔佛王储 东顾伊斯迈已经下令 禁止州内所有的祈祷师和清真寺 成为进行政治宣传以及演讲的场所 柔佛州的伊斯兰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 穆哈默法利表示 有关禁令将会在柔佛850所清真寺 以及2000间的祈祷师里头落实 违法者将受到对付 穆哈默法利也指 清真寺和祈祷师已经被一些人士滥用 让宗教活动混入政治元素 竟然导致穆斯林之间产生误解以及分裂 最后感谢收看 以上就是今天百个大世界的内容 也希望你点赞分享出去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